妳剛剛說拜鬼火是不是 很多藝人都拜過嗎 有...很多藝人 像誰 什麼類似什麼賀義行 什麼的 李雅萍可能他們都有 也都是跟這些詩字有關 李雅萍最後拜到自己就冬季 對啊 他也會出樹木字 會 會 妳都自己冬喔 妳不曉得 李雅萍後來就是冬季 胸口會浮字 對 而且據了解就是說 那時候就是屏東那一趟回來 就是他們遇到水流仙菇 然後就拜了水流仙菇廟 後來水流仙菇就跟著雅萍姐回來了 然後那時候 因為羅姐常常吃秀場女王 她很清楚 那時候據了解是 他們只要一唱完 一堆人就 就是到後台去就看 雅萍姐有沒有 有沒有辦法 有沒有辦法 然後就在胸口 因為我們作秀的時候 大部分穿這種都是很 就已經很保守了 作秀的時候 是前面開到肚臍眼 這邊開插開到腰的這種這樣子 所以都露得很大 然後看一下看一下 她就開始噗噗這樣子 對 只能一起來做示範 比如說胸口長了一片紅疹 上面會出現數字 對 其實倩琳問得很好 因為觀眾朋友說 什麼意思叫福字 因為我們一激動 不要講話 這邊是不是一片紅紅的 對 熱熱 或者熱 紅紅的 我跟你講它是會起紅疹 然後或者是一片紅的 它就很奇怪 就很像一個數字 所以那時候其實老實講 就要看福氣了 要自己猜 對 自己猜 就要看個人福氣 聽說有一次 大家圍上去 然後比方說我可能看的就是30 可是諸葛亮 諸大哥 他看的可能就是10或01 你知道嗎 那一次據了解 被諸葛亮 諸大哥中了 對 可是我要講 可是你知道嗎 每天被大家追著寶 被藝人追寶 雅萍姐快瘋了吧 後來真的 還真的請了一個專業的大師 幫他把他提卡... 不能夠動不動他就起雞這樣 像我現在如果看 我看羅傑我只看得到1這樣子 有1嗎 對 妳1裡 所以在演藝圈 譬如說 羅傑主持節目這麼多年 很多的大哥 大姐行人 他們都會有各自不同的宮廟 各自不同的主事的神 他們會各自去拜嗎 我們也會亂拜就是了 誰講 因為我們也是那個凡夫俗子 人家說哪裡神 我們就說神 人家說鬼 我們就說鬼 對不對 然後人家說 所以我們演藝圈就 一票人又衝去三太子 然後其中最出名的三太子宮 就是胡瓜所拜的 他們在苗栗的這個行德宮 行德宮 這個在苗栗 然後他們的師姐叫素貞 但是不是叫白素貞 是黎素貞 那素貞的這個師姐 就是三太子的這個姬身 所以就像鳳恰恰 對 他們都去 許少順 他們都去這邊 瓜哥都去拜這一間 那瓜哥又是苗栗人 所以去到那邊的時候 師姐就跟他講說 瓜瓜妳這一輩子要過五關 要五關全部都過完 就是妳有五個節 五個關卡 對 然後第一卡 就是她那個偷吃事件 那個女生叫什麼 李璇 對 李璇事件 有沒有 反正人家就弄她就對了 後來又打官司 老婆就出來道歉什麼的 然後就說沒有事了 第二個事件就是 就是她跟 她跟秀秀離婚 第三件事情呢 炸賭 對… 不怕炸賭案 然後後來又再出現一件事情 是大麻 大麻 大麻的事件 然後呢 但是這四個事件完了以後 還有一個事件 因為這些事件是師姐早就 三太子早就把她預出來的 所以當她發生李璇事件的時候 她就馬上回這個三太子宮 去拜的時候 一見面那師姐就不啰嗦 給她兩巴掌 蛤 蛤 對 幹嘛打她兩巴掌 我不是已經告訴妳 叫妳不要進女色了嗎 我不是告訴妳 這樣子會出事的嗎 妳還這樣子不小心 我都提醒過妳了 那阿虎娃就在那邊 一直認錯一直認錯這樣 等一下不對啊 妳剛剛說過五關 可是妳現在只有講到四關 還有另外一關 所以有一關還沒發生 還沒發生 對 還是會跟女色有關嗎 現在都沒發 既然打了她兩巴掌 要罵她不能進女色 不能進女色那個是李璇 那是第一次的 第一關 她就跟她講說 妳不要進女色 將來會怎麼樣怎麼樣 我好難想像有人賞瓜哥巴掌 所以李璇事件一發生了 對 一發生了 瓜就趕快衝回行德宮崎 所以五關裡面 四關都已經發生了 對 所以第一關 第一次發生的事情 衝回去就被賞了兩巴掌 等一下 老師 我們一定要請教一下 老師也看得出來 瓜哥會有五關嗎 老師也贊成這樣的說法嗎 這一個 妳的紅色筆記本 妳的紅色筆記本裡面是什麼 她的主詞 師姐 所言 盛世 瓜哥的命格裡頭 她一生當中的災難 就是跟九色採氣有關係 但是真的有五關 然後四關過掉了 四關過了 那當然還有一關 蔡老師 這個機會我留給妳 將來成功成人變就看這一集 所以下一關會是什麼 那麼這一關 紅色筆記本已經記載了 這個祕密在裡頭 我們從紅色筆記本裡頭的內容 不然看出 瓜哥 他是48年次 他是屬豬的 沒錯 好 那屬豬的今年 要注意發生什麼重大災難 這裡注意看 桃花多多 好壞的三角複雜關係 都可能找上門 小心處理 以免大好運勢 毀於桃花紛爭上 老師等一下 你們大家記不記得那個照片 瓜哥今年瘦了14公斤 還說他現在多Fight 身材多怎麼樣 多精實 我跟你講 老師不是我要講 我覺得中年男人 突然變得很Fight 突然瘦身了 突然愛漂亮 那就是談戀愛 有鬼 要小心桃花就來了 然後你要知道 瓜哥目前的藝名叫胡瓜 對不對 胡瓜它是植物 它是代表木 因為它是個瓜型 代表木 但我們在節目裡頭一直講到 木是今年最危險的能量 名字裡頭代木的 林杰良都代木 它走掉了嘛對不對 是不是 然後除了這個以外 它的胡瓜兩個字的發音 也是屬木的音 歌 歌 歌 我們在節目講過的 瓜是歌的音 過三個月太陽 但是有時候要出事情 有時候一夕之間 可能就駐央變色 所以老師真的認為 在未來的四個多月裡面 瓜哥會有一些 跟紅色 桃色有關係的災難 跟情 感情的情有關係的 也就是我們這一位師姐主持 她所講的五官裡頭 還有五官就是情官 跟我看的是不謀而合 我告訴你 在這邊我不要吹牛了 台灣電視史上 第一個開算命節目的 算命的節目的主持人就是我 我怎麼覺得你好 好像講過好幾次 第一個節目都是你 對啊 因為我只是歌聲 然後最可愛的一些老師 就是那時候 張飛在主持大哥大節目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在行天宮旁邊 不是有很多那個地下街的 那個算命的老師 最出名的我想 你們可能還記得的 有個叫做小口名老師 所以飛哥就把這些算命的人 通通找到他的節目裡面來 然後一排一排 一次排開 對 每次就給他們一個題目 叫他們算 然後每個人就開始吹牛這樣子 有一天終於製作單位 找另外一個製作單位找他們去 把他們這些老師通通聚齊了 這個製作單位應該找來是 沈玉琳吧 這樣說 然後那時候又是鬼月 鬼月的時候就說要看說 因為攝影棚裡面是最… 因為我們的攝影溫 常溫 對 很冷 大概13度 14度左右 要不然機器會壞掉 然後太陽又照不進來 太陽又照不進來 所以攝影棚是最陰盛的地方 鬼最多的時候 就叫他們 鬼月的時候在攝影棚裡面 而且就在台式的那個攝影棚裡面 看到鬼的那個攝影棚裡面 叫他看有沒有鬼 然後我就看老師坐一排在那邊 一分鐘 兩分鐘過去了 三分鐘有一個人這樣 然後他就說我看到了 然後其他人說我們沒看到 他怎麼看到了 是這種表情 你看到了 然後主持人就問在哪裡 在那裡… 我就再看其他的老師的表現 然後大家也在偷看… 他就再看一 五 四 三 二 一 另外一個 我也看到了 你看到在哪裡 在哪裡 這裡 好了 我跟你說 已經有兩個看到了 其他三個好急 他兩個都看到了 我們還沒看到我們怎麼辦 然後我就看到 因為我看不見 只有我在認真看 每一個老師的表情 然後就看另外一個 我也看到了 好 你也看到在哪裡 每個人都說不同的方向 搞得我們大家找回找對不對 然後剩下兩個 兩個是不是很急 他們都看到了 那他們都看到這方向 我應該在哪裡 我是應該跟他看到一樣的 還是我 我看他們正在猶豫的時候 好 這個人在猶豫 第四個 我也看到了 全部 看到了 好誇張 最後一個在那邊跺腳好 對 最後一個心想說 只有我沒有怎麼辦 最後來不及了 這個看到了 夾了不到30秒 這個 我也看到了 我說全都看到了 我才不相信攝影棚裡面 這麼容易看到鬼 見鬼了 沒有 沒有 老師 我們攝影棚很乾淨對不對 好 可是呢 所以在節目上面 一字排開的 每一位老師搞了半天 都搞不清楚 他們說的是真的是假的對不對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看到什麼 真的每一位老師都那麼厲害嗎 就算是再有名的 再赫赫有名如雷冠耳的老師 是不是有的時候反而會害人 那我現在講這個大師 因為我們真的說 其實有時候 檯面下on the table的大師 他為什麼會到 大家都知道 除了口碑相傳以外 再來就是透過媒體 我們常常講的造神運動 一度其實有幾個電視台 非常在前一陣子 應該說這一兩年 非常非常的捧一個大師 這一兩年 剛才羅姐有講到 最近近年來 沒有 那是妳講的 OK 不是 他真的算過我 真的喔 好 羅姐乖 好 他玩一個橋段就是 他不知道妳是誰 但是他可能透過摸妳的手 或者是說看妳的腳 他就告訴妳說 妳的一生 妳的夫妻緣 註定命薄 然後妳的小孩子不笑 然後妳怎麼樣 然後那個在 就是我現在如果在這個後面 妳就這樣看我一雙腳拿出來看 妳就可以知道 還有妳的手 妳的手 就這樣子妳就可以看了 YES 就是這樣 然後妳就在 然後就聽到妳在後面這樣 嗚 嗚 嗚 就錯氣妳知道嗎 妳知道那個多有畫面 千里都會這樣 多有畫面 然後妳就在後面 嗚 嗚 嗚 然後他就非常震驚說 我告訴妳 我這輩子還有沒有那個敷衍 很難 哭得給我那個 那個很久 觀眾透過那個畫面 真的會覺得說 這個老師 太神了 妳不找他找誰對不對 好 後來有一次 我就終於跟這個 所謂的大師同台了 我就面對面我就問他了 我說大師 大師 我跟你講妳真的 婆媽好愛妳喔 真的妳可不可以跟我講 就是說因為我電話真的接報 妳大概跟我講 妳的價位大概定在哪邊 大家都要問價錢 對嘛 然後妳知道竊妮 通常妳知道嗎 妳只要告訴對方價位 如果說是那種 真的人家手頭上不方便了 是不是說 那聽了可能就知難而退 妳知道 至少給人家一個方向 OK 妳知道嗎 後來那一次的對談之後 讓我對這個人打了一個大差 這是第一個 首先的第一個差 妳會說什麼 他到底回答了什麼 他怎麼了 他告訴我說 他說文婉 我覺得妳不用理他們 那我到下我就嚇一跳 他說因為呢 我都幫高官賢貴看命 看陽宅跟陰宅 我意思就是 我不幫一般的平民 就是我們這種平民 他不看妳懂嗎 我就覺得說 哇 這個人真的太沒有 擺一個就是擺一個架子 有啦 他跟我講過 他的起跳要10萬人民幣起 所以他就真的要高官 人家其實是有 其實是有含意的在告訴妳 那時候我要開醫美診所去上海 我就帶著我的大老闆去跟他開 可是我大老闆很年輕 因為羅姐年紀很大 他整個把我大老闆當成小弟 我說如果妳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妳怎麼會連一個大老闆 他不是看一個樣子 就什麼都知道了嗎 對 他完全把他當我小弟 就跟我講說 因為他在南港那邊 他說妳要去隔壁看這棟美容診所 這個都是我幫他開的 妳知道嗎 人家送的是愛馬仕包包 我幫他開 他這個一定好 結果後來沒有多久的時候 我就看到電視報告說 這一家什麼都是愛馬仕包 全部拿出來拍賣 然後這家倒閉 他看的 所以 很多可以驗證 對 好 就妳的驗證 就妳所了解的 他看到的腳 他看到的手 這裡面當中 到底準得多還是不準得多 他前面都看過 他吃到誰在後面的 沒有 我跟妳講 所以我是覺得說 觀眾為什麼 我為什麼一直強調造神 因為透過監視 比方說我們在製作節目 很多在旁邊 我們這邊怎麼走動 怎麼設定現場 大家是看不見的 大家只看到後面那個女藝人 在那邊哭得梨花得 我的老公 我的敷衍 然後只覺得 這個大師 好準喔 根本不知道後面是周倩玲 他怎麼知道他的一生這麼坎坷 你知道嗎 他厲害的地方讓人家覺得說 坐舌的地方在這裡 大家會覺得 我不信妳 信誰 所以這段時間 其實老實講 所有的 就像羅姊剛剛提到的 不只是我剛剛講的婆媽 我覺得我剛剛打一個 X的原因是說 妳今天所謂的造神是靠誰 靠這些每天在電視上 看電視的婆媽給妳造起來 那妳怎麼說妳要看高官賢貴 好 剛剛提到高官賢貴 沒錯 後來都是高官賢貴什麼 才有能力找他 所以據我了解 那時候有一個電視台 我知道一到一百台太多台了 有各式各樣種類的電視台 好 然後那時候的董事長 就找上了這位大師 因為他也被這個整個氛圍 虎得一愣一愣的 沒有 被這個整個氛圍給迷惑了 他覺得說我那時候電視台 真的也有點經營到很累很累了 而且他們還有地緣關係 因為那個電視台的老闆 過來 羅姊 嗨 嗨 我幫妳笑 嗨 然後我在沿路這樣子 看到某一個角的時候我愣了 我看到隔壁的橋墩的外面 掛了一個人 我接到了一個電話 就因為他看了我的密盤 確實是有一個結束在那邊 然後那天晚上我不敢睡 但是我睡著了 我睡著的原因是 我醒來的時候呢 這個是窗台 我是坐在上頭的 然後我是對外的 然後我是對外交替木樓 就是抓交替木樓